那昨天的时候在视频当中说到这个光合作用提供氮什么的 有花肉提出来纠正啊 说这个光合作用不能产生氮 其实不要太过于严谨啊 毕竟咱们不是走进科学这一档的栏目 大家都要理解 你看植物的光合作用 它提供的就是一些和化学能量 它不仅仅是什么你想的那种呼出氧气什么的 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 它是很复杂的 我又没仔细的去研究 但是你说到这个氮肥需要另外补充 那肯定的 我说了浇水活不活 浇水好不好才是决定了植物活不活 植物长得棒不棒 它完全得看那个施肥的 肯定都得施肥 我们这些都得施肥 就算是不施肥 它盆土里面的那个营养元素 通过光合作用本身的一个机能 它再度的吸收和转化 到一定程度缺肥才会体现缺肥的状态 迟早有一天会消耗完了 所以说需要人为的补充 它不像大地 它没有动物的尸体粪便 来给它提供额外的补充 你像盆栽肯定是要施肥的花肉 简单一盖它就行了 你要这么纠结的话 你看看野外那些个 咱们好多野生的树木 它不长几百年也没施肥 不也长 简单一懂 盆栽必须施肥 老花姨说的光照该给的给 它很复杂 咱不要纠结那些个学术了 养个花就光水土气肥 光照该给的给 掌握住喜阴还是喜阳 是吧 浇水就见干见识 用土就松软透气 通风 通风好一点 最低气温只要不低于5度 肥料选个通用型的 蛋里甲都有了 不就完了吗 哪那么难 别深究了 老花姨不给你们搞科研 不是化学老师 就交给普通的花友们 圆一盆栽养个小花 大家庭就够了 我是老花姨 羊花最让一 拜